桃園火車站公共用水 你要換一號就是 這是桃園火車站 然後東門溪大概位置在這 然後南侃溪 往那邊就是往海邊的 是這樣 這往海邊的這個方向 南侃溪是往海邊的 東門溪是往火車站的 然後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用民生用水沖廁所洗地板 我希望說能夠用一個方式 解決民生用水的量 去海邊 拉一條管線 拉一條管線 他經過南侃溪 經過東門溪到火車站 哇那很長耶 外海做一個細水池嘛 然後用一個200公尺的 寬度的水管去把它抽 抽在海邊的水塔 然後再用海邊的水塔 抽Bump 打水到這裡來嘛 所以可能是2億以上啦 因為你只有沿著水溝走才會 才會省錢啊 不然你要挖到地面去嗎 看賣有沒有有新的人要做 不是他是一段一段接的 直接用高壓馬達就可以打到這裡來啦 所以水管直接一條直的就可以 對啊就是順著水溝這樣過來啦 只要做一條就好了 只要做一條就好了 最後這邊 台灣火車站 因為要改良嘛 改良什麼 地下化嘛 所以在地下化之前 之前趕快做嘛 能夠看得到你就看 看不到就算了 2億以上的花費是 這條管子 那這個錢從哪裡來 我們是要做火車 那你如果用一個電視網 我們之前不是有講嘛 我一次扣1塊到2塊 如果他真的是希望 我們錢民都可以用到 可以用的民生用水 不用每次夏天就勘慮說 沒有錢 沒有水可以過日子 要停水要斷水 或者是分期斷水這樣 如果用這樣子用2億元 來做這個經費的話 在火車站的公共電視上 電子看板嘛 他是不是顯現2億元 那我做一次火車 給你 基金 共同建設的基金 讓你還 還這個錢嘛 讓我們有更好的民生 用水喝嘛 算在車票裡面 對對對 就是放在車票裡面 真的要做的話 有些民眾 覺得要多1、2塊 不能幹 那你 可以做一個投票嘛 你只要70% 70%人贊成 就可以做了 因為這是公共建設 這是公共 公共 錢已經用出去了 只是不希望 不希望 地方政府的財政 太過嚴苛 所以我們用 小意思的 幫忙你基金 我們為什麼不能 豐富出我們的 一個力量 這個1塊錢 2塊錢 我會願意做 我去坐火車的時候 我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這2億元 是人家已經出了 我們只是 把這個公共 建設基金 的洞 還回去而已嘛 只是用時間 用人數來還回去嘛 他的好處就是 節省民生用水嘛 這是第一個嘛 民生用水嘛 第二個 他可以清理水溝 火車站 一個大扇形嘛 火車站的 以火車站為 中心點的扇形出去 這條水管進來以後 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了 這個扇形 可以讓城市更乾淨 他是增加的東西 他不用太大的修改 因為怎麼講 你只要把上面的水塔的 水塔的管線 再加裝 就是雙水管 然後再加裝一條就好 然後 他就可以使用 因為 你的廁所又不多 可能10棟20棟 10棟20棟的水流量就夠大 因為我是專門給 洗廁所洗地板 沖廁所用的 你一個廁所可以用到 多少的公共地方 就這一條管線的理念 這條管線的理念 我為什麼會跟你講說 用那全民共同的基金 為什麼 全民參與啊 你如果有參與這個基本理念 我以後才可以跟你講那個360萬的幸福啊 你說那個房子那個 對啊 那個房子那個問題啊 還有桃園機場的那個 對啊 他是國際機場啊 那你是不是越乾淨越好 那他的使用量就超大 對不對 現在有一行下 二行 三行 然後四行呢 四行哪有個東西呢 35年後 天行 月球 火星 三行 還要閒嗎 嗯 你之前講說北部發射點要放那裡 對啊 不是台北啊 誰跟你講台北 沒地 所有地方 全部會來台灣的地方 是這裡 最集中的 桃園 對 好